今天第一次看到了 妳說 剛才看到瑋琳的時候 妝已經好了 對 妝已經好了 然後妳第一眼看到她的感覺是 OK 她就是女人味的那種女生 可是艷麗並不構成敵意吧 我其實不會對長得漂亮女生 所以是長輩出來妳才生氣嗎 長輩出來就真的會有一點點 覺得說 可是長輩出來為什麼就會生氣 長輩出來也是艷麗的一部分 是 當然是 但是妳會覺得說 妳要下午誰啊 妳 不是 我倒不會這樣講啊 我會覺得說 這麼沒事就把長輩請出來 長輩也會累啊 外面風這麼大 妳不怕長輩少來了嗎 可是她怎麼會覺得上抗欺來了 是很大的事 我當然相信啊 所以沒有 當然 我就說 我跟你講 我長輩 她長輩要等過年就這樣 因為我長輩是很特殊的時候 才會出來的 逢年過節 平常我都把她收在布寫家 對許志祺也是同 那就更沒話講啊 那真的沒有辦法 這不能怪我們吧 如果長輩沒有出來的話 許志祺的長相會惹到妳嗎 她的長相太攻擊性了 哪有啦 什麼事情 哪沒有啊 哪本來就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許志祺這個東西 因為我本來真的覺得林瑋玲很怪 可是我本來不哪裡怪了 妳今天是她旁邊 我覺得林瑋玲開始變成是 大家閨秀耶 她的長相 真的嗎 瑋玲比較正常 妳她很合理現在 因為許志祺太怪了 哪裡怪啦 妳說身材部分嗎 不是...簡單來講好了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通俗的那個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心目中 應該都有一些那種 就是那個女的就是壞的那種印象 那其實那是有原因可循了 可能是你們班上以前國小 你的班上有個同學 她最愛跟老師打小報告 然後從以後 你就會對那種長相的女生 你覺得她就是 所以你們拜託有個同學長相 許志祺 她的那個臉是多半 小時候就會覺得說 一定就是老師喜歡 同學也寵愛 然後就是小公主 然後無往不利 你就會對這種女生 不過妳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個簡單的衡量標準 就是如果說是 現在是電視在播西遊記的話 然後妳一看這四個 妳就會說 蜘蛛筋 對啊 電視度很高 對啊 而且這隻蜘蛛筋好奇怪喔 她不是肚子大耶 如果現在導演請妳去面試 然後就是說 我們要請妳演妖精 妳是不是就會說 理所當然就接受 我不會想接受耶 為什麼 就不想被套入那樣的框框啊 妳是命版的 那妳想演什麼 殺我去拿 她演一點那種 清純一點的角色 清純 妳是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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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好朋友都吐我槽的時候 妳講得沒錯 她就寫蜘蛛筋 狐狸筋 第三者 就是說 如果妳現在 妳現在把那個展妖精 寄到空中去 她自己找的話 她就寫蜘蛛筋 不是 沒有耶 現出原型吧妳 不過... 不過志祺妳 妳卸妝後是什麼樣子 很素 妳看起來 五官已經超級顯眼耶 就是妳就算卸妝 看起來也不會是什麼 就素素的 真的嗎 傷傷力會減低嗎 會 那志祺妳走過來 然後妳對著S 把瀏海稍微撈起來 讓她看一下 好啊 妳看她 妳看... 真的很可愛 妳願意讓鏡頭看是不是 瀏海嗎 是... OK嗎 OK啊 我跟你講她怪的不是額頭 是... 但是什麼 妳有沒有覺得她眼睛大得比起 就是她的眼睛很大 她的五官是Big size 就是XL 可是她的臉是XL 可是因為她跟我們說 我們家有一點混血症 是啊 對啊 曼妮姐也是 對 對不對 妳剛剛走過來 我知道妳的心情 因為我們都姓徐 但是有點落差 走開哪個字 而且徐志祺 妳是不是要告訴西弟說 妳以前的名字裡面 也有康熙的C字 結果咧 然後算命師請妳改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就說 我這個名字脾氣我也比較火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很容易招惹到那種白希 個子嬌小的女孩子 然後在後面 在後面設計 白希個子嬌小是指徐志祺嗎 是 不是 我會在妳背後 我會在妳背後 不是 真的啊 真的是在寫 所以妳就把C字改掉 改成叫徐志祺 對... 那我可以請教妳 剛才從妳的位子走到這邊來 用的是什麼步伐嗎 用的就是很一般的走路方式 不是一般的 妳這是一般的走路方式 對 妳好像比較彈一點喔 對 她比較彈一點 妳是比較彈的 不是 妳為什麼要這樣子 稍微彈 就很習慣 走路就是這樣走 對啊 沒有 楊琦不會這樣走路嗎 她說妳不是女人 對 還好啦 其實我真的自稱人妖 但是被一個靠著自己 對不對 有長輩 長輩又很愛出門 最好整個都噴出來的那種人講 心裡是會有點不舒適 所以 可是因為徐志祺其他的 我知道他問題在哪 他是非常艷麗的女生 可是他當中又帶著 一點點男人的感覺 所以我面前 沒有 我說徐志祺 所以他如果 就是如果下個月新聞出來 哪裡像男生 就是妳非常艷麗跟女人味 可是就不知道哪裡 有一點點男人的特質在 對 是因為高嗎 有人這樣說過嗎 沒有 可能是因為高嗎 馬國賢 你看看她的嘴唇 她講話真的一直...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一直覺得她是太過混血兒 說得好 得分 對不對 不是德國 是德國 慢人的 可是馬國賢 像這樣的女生 你會覺得好正嗎 我覺得以男生的 我立場來看的話 她會給我一個很... 很遠的一個舉例這樣 我覺得她是一個遙不可及 我接觸不到的一個 很難嫁 所以如果徐日齊今天 對妳表示好感 妳也覺得是騙妳的 我覺得她是騙我 她對我有企圖 妳不會對她有好感 不會 她是前任偶像耶 不是 我就... 我應該不是她的菜啦 不是... 所以妳的菜是... 像康宏哥這樣 對 比較喜歡思維一點的 是 我其實很想置些事 沒有... 妳怎麼被扯進來 她是妳的菜嗎 是 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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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頭髮型的 所以妳覺得妳人生 就是一個被冤枉是不是 整個完全就是啊 是 其實她看起來很像那種 會玩男人與鼓掌之間 我不要被男生欺騙就不錯了 相反 真的 所以妳有曾經在男生身上 吃過大虧嗎 有啊 哪一種虧 就是... 可能就是 需要我照顧他們的那一種 錢嗎 生活上 妳根本不是被負傷包養的 那種型的女生 會...的確會 因為選美皇后出生 一定會有負傷想要靠近 可是偏偏我愛的剛好都是 比較沒有錢的 然後就是比較有才華的 那妳知道 那種有才華的男人 可能他有時候還不得志 所以我就會想辦法去幫他們 可是幫一幫他們在外面都搞劈腿 妳有沒有搶過 我沒有搶過 好朋友的男友 沒有 但是通... 我有遇過 好朋友的男友喜歡上我 然後去跟好友分手的 然後妳跟他在一起了嗎 我不敢 因為那個女生就落那個兄弟 跟太妹要來打我啊 可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搶了好朋友的男友啊 可是又不是我主動喜歡人家的 可是妳是不是穿這樣跟他們出去 我那個朋友身材也非常的好 OK 所以如果林維玲現在的男友 如果他現在有男友 然後那個男友說 志祺我想跟妳聊一聊 然後他來找妳的時候 妳會穿這樣跟他聊一聊 基於朋友之意我不會這麼做 對 然後如果他跟妳聊了三次以後 就說志祺我其實喜歡妳 我必須要離開維玲 妳怎麼辦 我會很痛苦耶 很不曉得 妳沒有需要換要換人家 是 真的嗎 不好意思 我覺得妳也沒有 不是 因為他都會那個 話語跟動作是不搭的 我覺得會很難過 你需要這樣嗎 不好意思 我覺得妳不應該 干涉來賓的肢體耶 就是他啦 因為他火力比我強吧 這個肢體不合理啊 妳管他 我喜歡講到這句話就不關 這樣妳為什麼要干涉他的 對啊 我很不喜歡接觸到 那種第三者的事情 妳犯到那件事情 是妳跟對方的男友 就是私下聊對不對 私下聊MSN 結果那個女孩子就找了兄弟 還有太妹要來打我 徐志祺妳這個狐狸精 妳怎麼樣 然後就這樣在我家門口這樣 我剛剛就看到了 我知道 我同意 徐志祺妳這個狐狸精 因為妳這個也有演錯 妳應該是說徐志祺妳這個狐狸精 可是妳沒有狐狸精 等一下... 因為我覺得她的動作 是打網球的動作 對 因為砍人不會就這樣砍嗎 對啊 然後她是揮拍是 對啊 整個身體都扭 我就覺得她的肢體 是精心設計過 不是呈現自然的狀態 是有訓練過嗎 沒有啊 我好像很難做出那種 就是剛剛她講的那種 只有手 妳上半身會一起動就對了 不是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做出 太粗魯的動作了 所以一定要柔魅是不是 對啊 我動作都這樣子啊 好特別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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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就... 我從妳的反應就知道 她這樣就惹到女生是不是 是也會惹到 那請問會惹到妳嗎 還好耶 妳沒有關係 好 徐立騎 請妳用妳正常的步伐 回到妳的座位好不好 是 麻煩妳喔 還有音樂 搭配音樂 我不敢走路耶 怎麼辦 她這樣先制著她的動作啊 她這樣就變有點喪氣的感覺 我就沒有辦法走路 那個凡哥 男生剛剛寫的座座女星呢 對... 請保密... 小心寫的 這個 有看到 這個有點... 有看到 這有點嚴格 可是我很喜歡座座女 那我覺得因為來講 女生來講就是像她這麼座座 可是讓人家喜歡的不多 寫太的啦 馬太的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我不能接線 為什麼 為什麼 什麼線索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有看... 因為我是在那個馬西大哥的 那個夜店上班 是... 對 然後就平常常看到 她 她還被認為是滿大剌剌的人耶 可是我看我就覺得還就是 有我們沒看到的部分 你就是跟螢幕上的個性 對...我有看到 對 有一些的 這個我可以觀察一下 還有其他 有一些女星也有啊 就其他的 好 馬國賢拿過來 對 是 這個喔 再看一下 這個 這算是上一段時期 滿多人講她的 是錢的 我很差異你 腦子裡還有這個人的名字耶 因為我剛剛突然想到 因為她也是上節目就是 她最近在哪裡啊 我不知道 好久沒看到她 可是她 因為我覺得她私底下的人 是滿OK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節目上看到她的感覺 就是會... 有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是 我們看人家背你的 背你的 這也滿強的 這個東西 你們覺得怎麼樣 這太屌了 這... 是解剖字 聽不出來是不是 這個什麼好聽 為什麼 我覺得感覺就是 她有...我想很久 我才想到這個 她怎麼可能惹得到你 就是因為我想不到 所以我才能... 絞盡腦子 覺得她比較有一點做作的感覺 我覺得男生長得都好 來 我們看一下小胖的 小胖 這個...這個了解 這個了解 對啦 這樣不太適合處理這個 對啦 所以林維玲 妳之前來康熙的時候 每一次錄影 如果被人家講了什麼 回去要怎麼辦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都會忘了 妳上次有一次錄我們節目 在現場幾乎要跟另外一位 前輩吵起來 我那天休養很好 真的 我休養好好喔 如果妳發脾氣會怎麼樣 我會打人 是... 她會打人 她會打... 林維玲告上小S 炒麵超失控 妳以前剛剛有上康熙 然後我說妳那個嘴巴錯過的